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你可能是一个以提供专业服务为生的知识工作者 比方说法律专业、会计专业、健身教练、 接案的设计师或是顾问与讲师 你的专业能力或许很强 可是一开始要把服务卖出去难免会觉得辛苦 要就是不知道怎么找客户 要就是找到客户却发现在提案与报价阶段遭遇阻碍 常常客户是过度杀价 又不能看到你服务的价值 我自己早年创业其实也有类似的困扰 可是我后来发现与其杀价竞争 不如找到一个系统化的做法 我在这14年的时间中 慢慢提炼出一个怎么透过建立口碑 建立信任 透过正确产品组合来影响客户的方法 大人学无论是公开课程或者是企业课程 都是按照其中的模式在进行 这方式让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是没有业务团队 可是我们的服务都能持续卖出 而我也把这个方法在去年的4月 完整地录制成一堂线上课程 叫做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在这堂课程中 我列出很多专业工作者的盲点 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经营个人品牌 怎么经营信任感 怎么设计合一的产品模式 以及在面对客户时如何顺利提案 如何正确说服的各种细节知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业工作者 或是你将来想要创立自己的事业 我都强烈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堂课 欢迎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 看到这堂课的更多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大家好 最近天气越来越凉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 多穿点衣服 不要逞强 这个讲到温度 刚好今天早上在脸书 看到有网友贴了一个笑话 这个有一个老婆 这个跑去问老公 他说小雪是谁 你给我说清楚 老公说我也不知道谁是小雪 你在讲谁 然后老婆就说 我明明看到你的行事力 11月22号写上你要跟小雪 整天的行程是小雪 小雪是节气 就看来蛮好笑的 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这个我们的职业大百科系列 我们之前讲了顾问 然后我们也请过几位来宾 聊聊他们的职场 他们是做哪一行的 这一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这集我继续是我来讲 大家知道我除了当顾问之外 我这几年其实主要的工作 是当企业讲师 所以这集我们就来谈谈 企业讲师 这个工作真的有那么好吗 其实这些年 我周围真的好多好多 这个很年轻的朋友也好 中年的朋友也好 都很想投入讲师这一行 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 我大概讲个大概 因为讲师这一行你真的要讲 我至少可以讲个四五集 搞不好都讲不完 可能都讲不完 那我就讲一个大概 让对这行有好奇的 大概知道一下这一行在做什么 那我今天 因为讲师这个领域很广 很多细节 所以我今天会专注在 这个企业讲师这一块 大概占了我内容的九成 因为讲师其实很多种 所谓企业讲师 一般就是我们指 他教的内容 是比较偏一些职场的专业 像是管理 或是一些技术类型的 经营管理这类的培训 那至于一些像是谈什么身心灵 教大家什么红酒 养生 这种比较讲生活风格 休闲类型 这种演讲者 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 那个工作就是 它是另外一个 我们一般认为 它是另外一个领域 那我先讲讲 我是怎么踏上讲师之路的 前面几集 我有稍微谈我跟旧创业的历程 可能中间有稍微提到 其实讲到讲师 我最早其实是在当上班族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学会了专案管理软体 公司的主管就说 这个软体很厉害 大家都可能用到 Brian你有没有机会 办个课程来教同事 这算是我大概 那时候大概才二十几岁吧 是第一次我去当讲师 可是当时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做讲师的工作 纯粹就是一个分享 然后我就准备 可是我也花很多时间准备 准备课程 把这个软体怎么用 它的好处交给同事 然后那一次的感觉还蛮好的 就是很多同事们听了 还有我的主管们听了 都觉得课程很棒 然后大家都产生了兴趣 然后我也教大家 怎么用这个软体 所以其实感觉蛮有成就感的 那后来呢 我跟旧在创业的初期 我们成立的顾问公司 那因为当时一开始成立嘛 也找不到案子 所以我们就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我们去当这个专案管理 这个证兆的讲师 那当时我也不觉得 这个是什么讲师 就想说去补习班 怎么样 兼兼课子啊 这种感觉 就兼个课 赚个总典费 可是那个时候啊 我就发现 我跟旧 因为专案管理我们很熟 那我们也是台湾很早期 就考上PMP的人 所以我们两个 稍微准备一下 分工一下 然后我们就去教这些 其他想要考证照的人 然后那次我就觉得 当讲师好好赚哦 因为我跟旧 就是很轻松啊 这个一个礼拜 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我们就上台讲讲课 安排一下课程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一个月就赚了十几万 那个时候啊 那蛮多年前的 我就觉得当讲师 好像不错 这个可以赚很多钱 那可是当时 因为这个 后来我就出国工作了嘛 就也开始从事我们的顾问的事业 所以呢 就没有继续去教这个PMP的课程 那直到我们接了几个顾问案 顾问的客户啊 也会说 哎 顾问 我发现我们的员工 除了这个平常的工作之外 他们也需要上上专业管理的课 你们可不可以帮忙 那我们当然就义务性的 有些时候也没拿钱 就帮这个客户 因为客户买了我们的软体 买了我们的顾问服务 我们等于是就多帮他上上课 这样子 也不觉得自己 真正走到讲师这一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有写部落格 我们之前也讲过 有一些独有啊 常年看我们部落格 他们就在敲碗 就说Joe跟Brian 你们可不可以来开个班 这个观看你们的文章 好 不过瘾 来听听你们讲课 比较好 那我们想说既然都有人敲碗了嘛 我们就试试看 我们就找了一间这个饭店 租了一个他的会议中心 然后我们就自己在网路上 这个请大家报名 然后呢 就上了几梯 一梯两梯三梯上过去 觉得还蛮有意思 虽然过程中真的超累 因为我们要从无道友设计的课程 你还要安排同学的餐饮 还要处理报名问题 还要处理各种询问 那我们也想说好玩 当时我们的主页 还是在做顾问服务 好 那就开了几班 结果每一班都有人报名 口碑很好 我们就一路开下去 可是一直到那个时候 我也不觉得我在做讲师 直到什么呢 直到有两件事情发生 有一天我跟旧突然接到电话 这家电话 对方是一个女生 她跟我说 她是某某某管顾公司 我想说管顾公司 那不是跟我们也一样吗 后来才发现 她的管顾公司 跟我们公司做专案管理的辅导 企业转型其实不太一样 她是专门把这个讲师 介绍给企业的HR 然后去企业里面 就专门上课 教他们管理 然后这个管顾公司 我也搞不清楚 我说原来你们是做这个 她说那你打来干嘛 她说我们有一些大客户 她讲的名字都是很大的客户 说想要上专案管理 我们觉得老师不错 可不可以邀请你去这些企业里面上课 所以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来在台湾有一个领域 他们叫做管顾公司 他们就是专门跟企业讲师合作 把这些老师推荐到企业里面去上课 那当然那个时候 我们也想说也试试看 所以也就合作了 也就合作了 然后上了美几堂 这个之后呢 国内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师 可能很多同学有听过 叫做谢文献老师 那当时谢文献老师呢 我记得我会认识她 好像是因为我上了她的广播节目 因为谢文献老师 平常在闲暇的时候 有主持广播嘛 那当时我跟舅出了一本书 然后谢文献老师 就是献哥 就请我们去上她广播节目 就认识了 然后后来有一次献哥呢 就打电话来说 那个Brian 我们有办一个讲师的联谊会 讲师的聚会 我们也欢迎你跟舅来参加 然后我们就参加了 想说认识一些朋友 那那个圈子里面 全部都是一群很厉害 很优秀的讲师 所以我觉得一直到 管顾公司来找我 还有这个献哥 找我们去参加讲师聚会 我跟舅才第一次认清 我们好像莫名其妙怎么样 踏入了一个专业的领域 而且大家都叫我们叫企业讲师 原来有这样的一行 所以其实我并不是有计划性的 像之前如果各位有听 我们其中有一集是访问彭建文老师 他是台积人主管 出来当老师 他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知道企业讲师这一行 而且他一直立志 要往这个行业 有计划的去发展 也发展的非常非常好 那我跟他不太一样 我跟就是根本搞不清楚 这一行的存在 我们是误打误撞 有人叫我们上课 有管顾公司找我们就去 后来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一行 大概我们是这样子踏入的 可是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我们踏入之后 因为就小白 误入丛林的小白 我们就很好奇 这一行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我跟Joe常常 就是一边 慢慢地踏进这个陌生的领域 我们一边也在观察 那你知道吗 我们常常讲看懂局 我们进到了一个新领域 新的游戏 第一件事情 不要急着赚钱 干嘛的 就是搞懂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这些年 累积了十多年 我们也看了不少 好 那我接下来讲的东西 我把讲师简单的 概括分成三个类别 这样比较好解释 这三个类别的差异 在于他授课对象的不同 一个叫做企业讲师 一个叫做公开班的讲师 还有个叫内部讲师 很容易理解 企业讲师就是到企业里面去讲课 所以你主要接触的对象 是企业的HR 通常大公司里面 他的HR部门里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职长 有人负责什么薪资讲酬 有人负责招募 有人负责人才发展 那通常还有一个team 就是专门负责训练 培训 那通常你会跟这个训练 培训的HR接触 他会专门帮他公司内部的主管 员工安排各式各样的课程 所以你如果去到企业里面 去讲课 对这些员工 下面做的都是同家公司的人 这个我们叫做企业讲师 那企业讲师通常你可能 不会直接跟HR接触 中间会有一个中介的单位 叫做管顾公司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管顾公司的存在呢 其实它很重要 因为企业的HR 他们其实事情非常非常多 他办训练 可是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事要做 所以第一 他不太可能 有空去了解全台湾 到底有多少的讲师 这些讲师的特色 他的专长 他不可能都了解 第二个呢 他们公司内部 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有些客户 他的内部是上万人的跨国公司 有上万人 每一个职称都不同 每一个人需要的训练都不一样 那这些HR 他不可能知道所有世界上所有的领域 所以他会需要一个管顾公司 管顾公司进来 会协助他安排各式各样不同职位的人 要上什么课 中阶进阶出阶等等 然后他也会帮助HR安排 接下来要找哪些老师 每个老师有各自的特色跟专长 那所以会很需要这个管顾 所谓的管理公司来安排这样的规划 所以通常如果你是当企业讲师的话 你是先会跟管顾公司合作 如果你是一个新进讲师的话 管顾公司这一关 他会叫你试讲 他会跟你访谈 他要先确认你的专业背景 你的上课技巧 是符合他的需要 这是第一步 然后管顾这关过完之后 管顾会带着你去企业的HR 要再过第二关 第二关就是HR要看看你的专业背景 你上课的style 符不符合他们公司的需要 所以大概至少要过两关 这两关如果都过了 你就有机会上台讲课 那上台讲课的时候 你就要过第三关 就是同学喜不喜欢你 对方的主管喜不喜欢你 那怎么说呢 学员如果觉得你上课上得不好 他会反映在课后的问卷上 如果你的问卷分数很差 一次两次 可能HR会给你机会 如果三次分数还很差 那你大概下次就不用来了 所以大概是企业讲师 大概是过三关 那第二种刚刚讲的公开讲师 公开讲师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这个很大的领域 也就是说你是讲师 可是你上课的对象 不是企业里面的人 而是你自己开班 对社会大众 就是全台湾的人都可以来报名 所以你第一个 这种讲师 他通常是 他可能某种程度有点像网红 或是像是一个自媒体 因为比方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这个 教英文的阿滴 他要开一门 这个实用的英文绘画课 可能很多人会报名 为什么你会去报名阿滴的课呢 因为阿滴很有名 他教英文教得很好 我们大家认识他 所以他今天开了一个班 我们就会去点进去 看看课程是我要的 没错我就会报名了 所以公开班讲师 他其实更强调的是 大家认不认识你 你有没有这个名气 对不对 大家不会接受一个名不见经传 也没有背景知识的人开班 你不会去报名的 你一定是去比较有名 在这个领域有声望的人 这个叫公开班讲师 那怎么样成为公开班讲师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空讲 好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 这等于是有点创业的概念 好 有点做自媒体 做网红这样的概念了 这个可能不在我们今天讲的范围内 好 那第三个就是内部讲师 内部讲师就是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在企业当内部讲师 也就是公司里面需要一个什么知识 需要人来分享 然后呢 你自高奋勇 或是你被指派 就对着你自己的同事 好 顶多可能你会对着你公司合作的供应商 你给他们上上课 好 他通常这个上课可能没什么钱拿 好 可是呢 也是有好处 你可以让同事们认识你 你可以在公司里面建立一个很专业的品牌 好 那这是第三个 所以企业讲师公开讲师跟内部讲师 是你教授的对象不同 大概分这三类 那我们今天会花比较多时间讲企业讲师 那如果大家对公开班讲师 还有内部讲师也有兴趣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 那以后 我跟就可以再跟大家说明更多 因为这三个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都做过 而且目前都还在执行中 好 好 那我来讲一个大家一定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我也知道了 很多人想要跳进来当讲师 无非是什么 无非就是钱 因为讲师给大家一个印象 好像赚很多钱 不可讳言 我第一次去外面当讲师 也就是教这个P&P证兆的时候 我拿到钱的时候 我也吓了一跳 因为当时 我跟就三十出头岁 一个月就赚了十几万 而且我们才去 一个礼拜才去个两 一两天 才去个一两天 然后一个月结算 就拿了十几万的收入 我们当时也就 好多钱 很开心 当讲师好像不错 那这也是很多很多年轻朋友 想要当讲师一个 最不会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既然这样 我知道你们想听这个 那我就来讲钱 好不好 就来讲钱 第一个 我来讲企业讲师 企业讲师怎么算钱呢 很简单 通常是以你的终点费来计算 这一点就跟什么律师 什么顾问 其实差不多 就是你的终点费 那举个例子 你的终点费 假设是一千块 那你每站上台 好 讲一个小时 你就等于是获得了一千块的终点费的收入 好 可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是企业讲师的话 因为是管顾公司 把你带进这个企业里面的 并不是你自己去跟管顾公司 并不是你自己去跟HR接触的 所以管顾公司有点像中间商 中间商其实你不要小看他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要在前期你看不到的地方 跟这个企业的HR 讨论很多很多的需求 而且他还要当助教 他还要帮你印教材 还要负责你这个讲师的差旅费 餐饮 一大堆事情 好 所以他在中间 你就要分他钱 因为这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一个小时 如果终点费是一千块 你可能至少要分一半以上 至少要分一半 看不一定 这个比例很难说 你是越大牌的老师 管顾公司越需要靠你 那你当然可以分比较多 那如果你是个菜鸟老师 你几乎完全靠管顾公司帮你宣传 那当然管顾公司可能就会多拿一点 拿少一点 好 这个比例不一定 那所以就要跟管顾公司分润 好 那公开班讲师 我也稍微讲一下 公开班讲师 我们刚刚讲了 你是自己开 用你的名气自己开课 好 我再用阿滴来举例 大家比较理解 比如说今天阿滴 他自己出来开个英文课 好 那第一个 他可能阿滴的团队 他自己就能处理什么场地啊 招生的事情的话 那这样子阿滴收的学员的学费 就直接进阿滴或是他的公司的口袋 那如果说阿滴想要找另外一家公司 帮他处理这些行政事物 比如说场地啊 报名 那当然他就会分一点点 给这个合作的公司 可是因为大家是冲着阿滴的名气 才来上阿滴的课 所以阿滴自己来办 公开班的话 他应该可以拿到绝大多数的收入 可是那你说公开班好像比较好赚 好 问题来了 第一个你要够名气啊 第二个 你开了两班三班 你第四班第五班 你真的能开得起来吗 你招生是不是要自己架网站 然后架了网站之后 你要处理金流问题 你要处理客服问题 对不对 有同学要退费 好要说我报了名 我名字写错了要改 或者说我这个课我不想上了 我想改成下一T 或者是我这个班 我可不可以转让给其他同学 这全部都是问题 然后有同学把这个上课透录音 偷录影 或者把讲义拿去卖 你也要处理这个盗版的问题 还有就是同学要吃饭 对不对 你要准备安全的饮食 好吃的饮食啊 要喝水 场地 还有一大堆 来阿里不达的问题 你都要去处理 好 所以其实没有钱是好赚的 好 看起来好像你拿了比较多 可是你背后要付出的成本也很高 好 这是公开班 那那部讲师刚刚讲了 通常是服务性质的 那有些公司不错 会补贴你一点点 这个小小的奖金 我想大家也知道 你如果当内部讲师 你就不要想要靠这个赚钱 怎么说呢 因为内部讲师 他其实真的 我是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做的 他的好处倒不是钱 是你在公司里面 你就很有能见度 比方说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 我在公司里面就办了一个 简单的内训 欢迎这个全公司人大家报名 那次就很多人看到 公司网站说 这个技术部有一个小朋友叫Brian 他开了一门讲专业管理软体的课 欢迎大家来参加 结果一下来了二三十个人 这二三十个人 可能很多是你隔壁部门的主管 或是一些前辈 他都坐在下面听你的课 然后你如果讲得很好的话 大家是不是对你的专业就更有信心 说不定你将来有机会 可以跟他们合作案子 好 所以拿钱反而就不是重点 好 不是重点 那回头来讲 你大概想知道 到底当讲师这行 是不是真的可以赚很多钱 我们今天还是focus在企业讲师 企业讲师收入也比较容易预估 因为他是拿终点费的 所以他基本上上台的时数越多 他当然就赚更多钱 我来给大家一个参考值 让大家有个概念 现在一般来说 在企业讲师 如果你去的是私人企业上课的话 私人企业上课 为什么我们不讲公家机关呢 因为公家机关的讲师费通常比较低 像我刚入行的时候 公家 你去公家机关 讲课一个小时才1300块 这么低的终点费 那现在好像听说有拉高了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公部门企业讲课了 好像增加到2300 2600之类的 反正就比较低 那一般去企业 私人企业 你去什么台积电 什么这类的公司 他不会给你那么少钱 应该说 你如果不是够格的讲师 他也不会让你进去了 所以通常他们的老师会比较优秀 然后给的钱也会比较多 我就拿一个新锐讲师比较菜鸟的老师来讲 我们就用3000块的终点费 3000块终点费呢 通常是算是比较菜鸟的老师 菜鸟老师3000块以下的 那3000块的终点费 我们算一算 假设我年薪要赚100万 我要上几个小时 大概我们就拿360 一年算个总数好了 360小时好了 你一年呢 如果你的终点费是3000块 然后你一年站上台360个小时 大家可以按计算机 这两个乘起来 大概是会超过100万 差不多100万上下 我们简单算一下 所以你要做到百万年薪 你就是终点费3000块 你是个菜鸟 然后呢 一年上360小时 360小时是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 通常在企业上课 如果我们通常讲 我在企业上一天的课 一天是多少小时呢 通常是用7小时来计算 也有6也有8的 不一定 我们就取终点值7小时 360小时 每一堂课是7小时的话 等于除一除 大概是一年有52天 你在上课 好 那一年是52周嘛 所以52天课 你差不多一个礼拜 只要上课一天 好 一个礼拜 只要上课一整天 你的终点费是3000 这样的数字 你一年就可以收入百万了 那收入百万呢 就相当于每个月 差不多有八万九万的月薪 所以其实对上班族来说 已经算是蛮好的 蛮好的 更何况 你的终点费 不会只有3000 随着你的资历越来越好 你的终点费会变成 3500啊 4000啊 5000啊 甚至上万都有可能 好 上万就都有可能 像我们业界有一些讲师 一流讲师 他的终点费 可以到七八千 我不要讲太多 基本上3000是一个OK的数字 OK的数字 可是你成为一流讲师 有机会更多 两倍三倍都有可能 那你可以算一算 你一年会赚多少钱 所以我自己曾经在 以我对业界的了解 在台湾 在台湾 如果你是一个还不错 不要说还不错 已经算一流的 算一流的企业讲师 你就是上课 大概一个礼拜 上个两次三次课 然后你的终点费 通常也是偏高的状况下 一年 年收入三四百万的讲师 我觉得是有的 是有的 甚至还有更高的 大概是这样range 可是这是前提是 你是很优秀的讲师 好 像是一流的企业 你都已经有名气了 而且你通常都可以进去上课 那菜鸟讲师 要做到年薪 这个100万 也不是这么难 你终点费3000嘛 你一年 你一个礼拜上一堂课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真的有办法 每个礼拜都有人 找你去上课吗 这就是你的口碑了 所以讲来讲去 也没有跟大家讲 你能赚多少钱 因为这个本来就没答案 可是我给了一些参考数据 各位你可以参考看看 好 可是我也得跟大家讲 这个钱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赚 因为你真的要赚这么多钱 你得是一个相对成功的讲师 我在这个市场上 也认识好多人 是当了讲师之后 没几年 他退回去当上班族了 这当然中间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定也有包含钱 很显然 他当了讲师之后 他赚的钱 可能比他上班的时候还少 还少 而且还很辛苦 所以最后 他的决定就是 我还是回去上班吧 这种人其实非常非常多 其实非常阵亡的 其实不少 我这几年就看到很多 所以你得是一个成功的讲师 你得是一个还蛮成功的讲师 你才有可能达到你期待的资格 财务回报 那我自己讲讲我自己的经验 怎么样的讲师是相对在前段班的 我来讲讲他们的特质好了 以我自己看的 第一个我们来讲企业讲师 企业讲师简单的说 你要能成为前段班的讲师 也就是你的年轻有三百万 两三百万甚至更高的 你第一个就是要获得 管固跟HR的认同 这是我们刚刚讲 你必须得过这两关 这两关过完 你还得过学员的那一关 那管固跟HR 到底他们会认同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觉得排名第一的 就是你的业界经验 你不能只是很会讲 像有一些老师 他很会讲 就是讲了很好笑 像脱口秀一样 可是你要注意 这种老师通常一路能做很久的 其实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的HR 他请你来 他花了钱 他并不是要你讲笑话的 所以你就算上课很风趣 很幽默 逗得学员很开心 最终HR其实不一定会很满意 他其实是希望你真的能 让他的学员能学会东西 所以你的业界的经验就很重要 比方说你今天要去科技业上 专案管理课 你这个人到底专案管理有没有经验 你到底了不了解科技业的专案 你到底懂不懂科技业专案管理的困难点 等等 甚至有一些产业 他会非常非常 他不管你教什么 他都需要你有他产业的经验 比如说像我认识的金融业 好 金融业就非常非常在意 就是今天就算你只是去金融业交一个 比如说沟通 你说我不是 我这个讲实我不是金融业的 我只是交沟通 沟通跟你的金融专业又无关 对不对 我只交个沟通而已 不行 你就算去金融业交个沟通 交个时间管理 虽然跟他的主业无关 可是金融业的人他特别 因为他们常常 金融业常认为 常认为他们自己的产业跟别人不太一样 比较特别 所以他会很希望老师能用金融业听得懂的预言 所以你不但是要有你教学领域的那个专业 你可能对那个产业你也要初步的了解 所以你看这两个条件加起来 就可以删掉很多人了 因为很多人其实他当讲师 他教的内容 他自己不一定真的做过 他只是口才好 这种人是有的 第二个有些人 他就算懂他自己教的内容 可是他对于他上课的产业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 所以他可能也会被打枪 所以其实并不容易 要做个成功的讲师并不容易 第二个当然就是刚刚讲的专业背景 你自己在你的专业上 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成就 比方说你今天教人家业务 那你过去有没有当过业务 你这个业务做的好不好 成不成功 你有没有什么有名的案子 还是你过去曾经带什么有名的公司 或是你下 你是不是一个业务主管 下面带过很多人 这些都会被管顾跟HR 都会被问 如果你过去当业务 可是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你自己业务也不是做得顶好 你也没有带过人 你今天想要去一流的企业里面 教人家 带业务团队 教人家去做业务成交 你非常可能会被打枪 因为大家觉得你的能力 你过往的经验 好像看起来也没有比我们的学员强 那你要怎么教他们呢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至于学历呢 学历当然如果你的学历非常好 尤其是你有在国外一流的名校留学回来 这一定加分的 可是呢 我反而发现在台湾一流的讲师 其实他们的学历 常常并不一定是他们主要的卖点 所以我想学历这件事情 有很好 有加分 可是他比不上前面讲的业界经验 跟你的专业背景 好 更重要 所以学历是放比较后面的 好 这个业界经验 专业背景 完了之后还有哦 你的教学时机 好 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公司教过 你在哪些公司 这些公司有没有名你教过 还有你在这些公司教什么课 你教了多少人 哦 这些都很重要 好 你知道其实都是这样 这个对新的老师来说啊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门槛 因为我就是新老师啊 我才刚踏住这一行啊 我当然没有其他的教学经验 可是呢 HR就会说 那等你有比较多教学经验 我们再来用你 他说可是你就是要用我啊 要不然我永远不会有经验 这是鬼打墙 可是没办法 这一行就是这样子 尤其是HR很特别 其实台湾的很多企业的HR 他们其实常常是会互通有无的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当顾问 经历了这么多产业 我发现HR几乎是企业里面 最会跟其他公司交流的一个群体 现在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HR的社团 他们都是这些企业里面 大大公司 大公司小公司HR 他们常常会一起交流 那反而你说在公司里面做研发的 研发有什么研发的人主管一起交流 我比较少听到 比较少听到 业务一起交流 好像也有啦 不多 可是HR是特别会交流的 或是公司会计常会一起交流 好像很少 HR真的是很喜欢交流 而且他们很习惯互相问一下 比方说今天 Brian老师要去台积电上课 以前没有去过 比方说这样子 台积电的HR一定会打电话 问其他的HR 这个Brian老师 他有没有在你公司上过课 他上的好不好 他的风格怎么样 他同学的反应如何 他的专业度够不够 HR都会问 而且被问到的HR都很乐意讲 所以你如果在业界里面 没有获得HR的好评 你其实一开始要进去 确实阻力很大 好 那还有一些老师呢 他在这个圈子 他已经进去了 可是呢 他上课上一上 他可能在某一个公司 好 这个 比如说我之前听到一些故事 有一些老师 他在上课的时候 可能某一堂课上的不好 或者是呢 他跟HR或是跟同学 在课堂上有什么样的争执 好 他想说 我就只在这家公司的这门课 好 发生了这个事情 应该没关系 可是这个业界很可怕 这个HR很可能就会在 跟别的公司的 别的领域的HR讲 然后最后这个老师 就大家都知道 他有这样的状况 好 可能就扣分了 他以后去别的地方提案了 就会遇到问题 而且HR跟管顾公司的联系 也非常非常紧密 管顾公司也会知道 然后管顾公司 跟管顾公司之间也会交流 好 所以这个想想是蛮可怕的 这是一个 基本上这个讯息 非常非常通透的一个市场 好 所以你的讲师的表现 基本上你是 每一次都要表现得很好 好 每一次都要表现 你只要有任何一次 表现很糟糕 或是你的态度被HR 或是管顾公司迟疑 很快大家都会传变 好 传变 那这是教学时机的部分 那再来呢 就是你的风格 你的专业背景很好 你的业界经验也很充足 然后你教学的时机 也累积了很多 可是呢 每个老师 他都有自己上课的风格 简单的说 我们业界有一种讲法 叫做文场的老师 跟无场的老师 文场的老师 通常讲课 就会 他就比较没有带什么活动 没有玩游戏 他基本上呢 就是比较忠实的 去谈课程中的内容 好 那我得讲 文场不是不一定不好 文场老师 他的学历背景 资历他课程设计 如果非常非常结构化 虽然他的课程 没有嘻嘻哈哈 大家做团康玩游戏 可是很多 业界的一流的老师 其实是走文场路线的 也很棒 那无场的老师呢 通常是一些 比如说 像我知道 像是这个 保险业 因为保险 防众 他们大部分 都是业务导向 所以他们很多课程 HR会希望 老师要活泼一点 讲讲笑话 或是有些直销 做直销的 做保险的 做投资的 因为下面的同学 都是比较活泼 外向的 所以他们会希望 老师啊 不要太冷 不要讲一些深奥理论 好 做做活动 做做游戏 多一点演练 大家甚至玩个团康 很high 凝聚向心理 好 甚至很多课程 他重点不是在学东西 而是在凝聚向心理 那这时候 他们就会比较偏好 这个活泼的 五场老师 那有没有 五场文场 都擅长了老师 通常很少 可是呢 你可以走一个中间路线 就是你的课程中 有一些小活动 可是你在 讲课的方向 深度也够深 好 这也是一种走向 所以 HR有些时候 选你跟不选你 他也不一定跟 业界经验 专业背景 跟教学时机有关 他可能跟你的style 也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进到一家企业 常常HR会叫你试讲 他要看看你的风格 看看你的style 这是有可能的 好 那公开讲师 我今天讲过了 公开讲师的 要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公开讲师 哇 这真的是大哉问 我讲个五级十级都讲不完 我就直接推荐大家 如果你想要当公开班的讲师 你等于是想要经营自媒体的 好 你要拥有自己的粉丝才行 那这件事情 你想更深度了解 其实 我们有一门非常好的课 好 我直接介绍给你 大人学的代号是V014 它是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好 V014销售专业服务的系统化做法 这门课我卖的超级好 帮助了好多好多 想要当自媒体的讲师 你就直接去听这门课吧 我觉得那个是 因为毕竟要帮你赚钱 帮你创业 还是听一个结构性的东西 比较有帮助 好 这个我就不讲了 那内讯讲师呢 你要怎么成功 很简单 你同事开心 有学到东西就成功 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说 就是他们回馈很好 好 好 那讲到这里 成功的讲师 让人羡慕 对不对 时间很自由 很受尊敬 然后一年又赚好几百万 感觉很棒 可是呢 我们业界有一句话说 叫做讲师这一行 只有两种下场 一种叫饿死 一种叫累死 为什么呢 因为讲师其实它的缺点 就是它是一个没有杠杆的职业 老实说 跟医生律师有点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收入 你必须得亲自上台 你是牙医师 你得亲自帮客户植牙 处理牙齿 你是律师 你得出庭 你得处理这些文件 就是你的工作 让别人代劳的比重有限 你顶多请个助理 帮你处理一些杂事 可是你上台 不能请助理帮你上 你说今天我上课上得很好 大家都来找Brian上专案管理课 好 我找一百个老师 我让这一百个老师 去这一百个客户那边上Brian的课 不可能 别人不要 因为他们不是Brian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不太容易杠杆的 不太容易杠杆的产业 而且讲师的代价 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个 他第一个他没有杠杆 所以你很容易 很累 而且你投入这个讲师这行 你不要一直想到说 这些成功的讲师赚很多钱 他前期 你还明不见经赚的时候 你的收入是很少的 很不稳定 你很需要先获得企业跟管股的认同 你才跟他开始慢慢成长 一开始没有办法获得稳定的时候 你的收入是很少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当了讲师 几个月之后发现 哎哟不行 我水电费付不出来啦 或者是有一餐没一餐的 有些时候忙的时候 一个礼拜上三天课 有些时候好几个月一堂课都没有 怎么办 所以这是你要考虑的点 再来呢 就算你这一点克服了 你平常没有在家上课的时候 刚刚我们算了嘛 哇 Brian说一个月上一天课 年收就百万 可是你要注意哦 你没去上课登台的时候 你可能是非常非常忙的 因为你这段时间 你要设计课程啊 你要准备投影片啊 更重要的是 你要大量的阅读新知 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教材 好 而且这些工作 常常是你一个人在房间里 你自己孤独的要去完成 好 这是你必须得去努力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一个人 去准备这么大量的资料 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喜欢 很乐在学习的人 我看讲师这行 你可能要认真考虑 第三个 它的代价就是身体 因为你上课常常一天啊 包含回答同学的问题啊 什么什么 常常是一整天要站八小时的 好 站着八小时 连续说话八小时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看 你能撑几次 对身体的耗损 尤其是这里面伤的最深 还不是你的腿 我们业界讲师都知道 你大概四十几岁 如果你从三十几岁开始当讲师 你通常到四十出头岁 你开始腰会出问题 因为人啊 这个脊椎骨是直的 其实站立的时候 承受很大的压力 你常常这样站 你最后腰都会出状况 我就知道业界好几个讲师啊 他其实 尤其是以前啊 大家去大陆 很方便 常常在大陆授课 常连续好几个礼拜 都在赶场子 上课上课上课 每天都这样站着 最后腰都会出现伤害 甚至有些老师啊 他最后真的站不起来 是坐着轮椅送回来的 好 真的很辛苦 很可怜 好 我自己这几年老实说 我也觉得腰 特别不OK 好 很容易酸 好 很容易酸 但是你久站 腿反而还好 主要是腰 还有体力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喉咙也还好 其实你讲久了你的喉咙 其实慢慢练习是还好的 就真的就是身体的腰的部分 然后你常常要外线市 甚至要出国 如果你是很有名的讲师 你真的还要出国 你别小看这个旅行 差旅 还有住各式各样的旅馆 赶场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操劳的 而且你常常会不在家 所以如果你家里 老婆小朋友 可能常常很久没看到你 等你绕了一圈 巡回演讲完 你小孩子 怎么都长大了 跟别人都不一样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再来 就是心理上的压力 因为你在那台上 全场都看着你 听你讲话 所以你出的任何错误 大家都会看到 所以这是压力很大的 然后每次学员的反应都不一样 你有的学员很活泼 你这样上很好 结果你同样的教材 同样的讲法 你到另外一家公司 下面学员不买单 都在滑手机 好像也不是你的错 可是你就是要去调整 你就是要承受 这个效果不好的压力 然后呢 这个管顾公司 通常也会派人跟场 那通常你下课之后呢 管顾公司 可能就会列出一张清单 老师你刚刚讲到 几分几秒的时候 这个地方笑话 大家没有人笑 你讲到几分几秒的时候 有同学同时都听不懂 请你要麻烦你下次改进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自负的人 你可能会承受不了 因为HR 管顾都会给你建议 然后呢 你上课上的很辛苦 上了八小时 讲的口莫悬合 最后呢 同学给你打分数 一到十分 给你两分 老师讲的东西 无聊 没兴趣 你看了你心里会很受伤 你能不能忍受 更受伤的是 还不是给你分数答案低 是上课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聊你 不理你 在那边滑手机 爱理不理 问问题 没人回答 然后你一个人挂在台上 好 这些都是讲师 很大的心理压力 那最后呢 我们把时间拉长 你诊断职业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 全职的职业讲师 他的职业生涯 很可能是很 极不稳定的 有些人呢 有些讲师 他确实能在这个商场上 好 维持了二十到三十年 那如果他好好的理财 他确实可以存很多钱 如果每年都赚个两三百万 维持二十到三十年 相当不错的生活 可是我也得跟大家讲 这些人他可能不会告诉你 很多人根本撑不到一年 他就撑不下去了 可能是钱不够了 或者是他健康出了状况 或是纯粹这样子 高压的生活形态 他收不了了 更多的人是撑不到一年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大人 你知道很多光鲜亮丽的外表 背后都有代价 我是觉得讲师这行 跟演艺人员其实很像 我们看到什么小S啊 林志玲啊 这些一流的歌手 这个名利双收 可是你知道 每年有多少人进到演艺圈 大部分人你听都没听过 他是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样的状况 一样的状况 所以代价 世界上没有这个 让你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个代价 可是如果你能接受 当然值得一试 所以我也讲到最后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在业界看了那么多讲师 上百文讲师 我自己也当讲师 看了十几年 我自己有一个感想 什么样的人 相对比较容易成功 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 你听听看 第一个 我觉得因为讲师的生涯 你真的要撑下去 你要不断地重复上一样的课 要准备教材 然后要面对各式各样的人 要耗费那么多的体力 真的 我还是讲那句话 热情 热情真的是 你如果只当一年两年讲师 那个还谈不到热情 你真的要继续当个三年以上 五年以上 你还持续下去 那个没有热情 真的是撑不住 你什么热情呢 第一个 你要真心喜欢你教的东西 知识 你要对知识的分享这件事情 就算没有人听你讲课 就算你一个礼拜连续上四天课 那么累 就算有些时候课程终点费 不如你的预期 你还是能从讲课 分享知识 这件事情的本身 让你觉得很嗨 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只是等着为了钱 为了名声 你很快就会撑不下去了 我给你打赌 所以你必须真的是对于教学 教大家 对于你喜欢学新东西 对于喜欢分享 好 这件事情本身就给你带来 很大的回报 那你一定撑得久 你一定撑得久 就算同学给你打低分 你的净卵费比较低 你还是撑得下去 你后面才有开花结果的机会 否则的话 你前面这段酝酿期 你就阵亡了 后面你也看不到果实了 好 那我这边想提一下 很多人以为讲诗 就是我准备好一个标准教材 我就一直像录音器一样 放就对了 我跟你讲 有没有这样的讲诗 有 可是这种讲诗 要名列到顶尖成功 通常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照着头影片讲 你不要忘记了 人是很敏感的 下面的同学 都是有些柔肉的同学 他看到你在那边念头影片 看到你在那边照本宣科 他是有感觉的 我只能这样说 为什么有些演说者很了不起 因为他能感动 他跟同学有眼神交流 有肢体上的互动 有言语上 思绪上的交锋 这个东西你必须得真的有热情才行 而且这是骗不了人的 同学看得出来你们热情 就像你听歌 有些歌手 音也很准 歌词也没漏 为什么你没感觉 你听张学友唱歌 听了眼泪会掉下来 张学友的发音 还有一点广东国语 为什么你们感动 这就是人是很敏感的 为什么有些歌手 唱歌就是让你感动 同样的歌 对不对 差别是在这里 他是有情感投入的 那老师绝对不是只是把知识 做成标准投影片去念出来 而且老师自己要学习 你要不断的给同学一些新观点 你要结合现在大家的思考 脑袋想什么 有什么时事 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什么样 所以像我跟就我们上课 上这么多年 上一样的课 上了几百次几千次 我们每次上台前 都还是会花时间准备 都还是会花时间准备 这是一定的 你说你只是想赚钱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对不对 那你必须得喜欢 那第二个呢 成为成功讲师的一个条件了 就是你要能忍受孤独 你必须得擅长独立作业 因为你当了讲师之后 你就是个体户了 你大部分时间你是没有同事的 所以你对于你的教学 你必须自己去钻研 自己一个人默默去调整 去修改 那我知道有些人是没办法忍受的 他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 那讲师其实大部分时候没上台的时候是孤独的 是非常非常孤独的 而且你常 大家觉得你上课上的不好要调整 你是一个人面对 因为大家讲的就是你这个人 这门课 同学不是很喜欢 是谁负责 就是你啊 这不是管顾公司要负责的 这也不是HR负责 就是你本人 要想办法把它调整好 所以你要忍受孤独 你要承受压力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成功讲师 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条件 就是你的身体管理要很好 还有你的心理的素质要很强 就是身心的素质都要很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身体没有管理好 你明天要去这个企业里面上课 下面有好几十个人 结果你突然间生病了 你起不来了 怎么办 你不是影响你自己 你说那我不收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今天这家企业里面 有三十个主管 他所有 他们都是日理万机 很忙的 他把这一天全部都空下来 他可能排掉了很多很多的会议 因为公司规定 他今天要来上课 结果你今天老师不来了 这件事情很大条 HR就觉得你是一个失信的人 管顾公司也很麻烦 管顾公司很难跟客户交代 他也觉得你这个老师很不稳定 很难用 他可能现在就不找你了 我生病啊 我生病难道不能在家里休息 很抱歉 我们业界很多一流讲师啊 不管再怎么病 都拖着疲惫着身体 硬要去把那堂课上完 真的 不骗你 专业的客户就这样 你想想看嘛 你去听张慧妹的演唱会 你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 哪一次五月天里面有人说 我身体不舒服啊 那个演唱会改期 一样的道理 讲师当然没有上万人 买了票参加 可是也是十几人 而且很多时候是高阶主管 所以你基本上 没有什么生病的机会 这是很难的 除非你真的重病提早讲 否则的话 这是很困难的 而且你绝对不能这样子 这是一个伤害很大的事情 所以怎么办呢 没有怎么办啊 你就是要把健康管理好 然后呢 你的心理抗压力要强 抗压力要强 因为你自己某种程度 就是老板 大家就是来看你的 那我知道很多上班族 其实啊 当了讲师的时候 才赫然发现 原来以前啊 躲在公司的大产下 还真不错 有什么状况可以醒假 可以休假 台风还有台风假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什么事情 不如客户所愿 你可以说是公司流程的问题 你可以说是 公司哪个部门不配合 你可以说是老板 没有给我足够的资源 你当了讲师 这些理由全部没有 因为所有的负责人 都是你一个人 你必须要有这个抗压性 我自己也认识几个年轻讲师 他以前在大公司下面服务 偶尔上台讲讲课 大家也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自己跑出来当讲师 后来发现 不太对 最后又回到公司里面了 这种这样的人也蛮多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 真实的状况 他不晓得 所以简单的讲 你必须真心的喜欢知识 喜欢教学这件事情 你能忍受孤独 你愿意独立作业 还有你的心理 跟身体素质都很强 如果这些你都做到 那我还蛮鼓励 蛮鼓励 有野心的朋友 可以试试看这一行 好不好 好了 今天说要简单讲一讲 就会讲了四十几分钟 其实我还好多东西没讲 我写在鼻子上 还好多东西没讲 如果大家对这行有兴趣 或是你想听听看什么 公开版讲师怎么经营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对什么行业有兴趣 就算我不懂的 我也去请这个 想办法去找 专门在这个行业的朋友来 跟大家说说 这个行业的秘心 好 那我们不会讲一些 高大上的东西 真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 真实在这个领域 才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最大 做职场的判断 才有帮助 好不好 好 希望你喜欢 今天这期节目 请记得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